我們決定還是唱下去好了 不好意思喔 你擺下去了 不是要放什麼啊 其實 他有來問我 但是因為我不能分析 因為我這個人就是 一心不能二用 因為我在煮燒酒機說他跟我說 這不算他可以嗎 然後我就說 他在剁雞頭啊 我說可以 不過沒關係啦 其實大家有聽過一個台東的歌手叫做班牌 對 這首歌 《流浪機》是 應該算是《流浪機》寫的對不對 是《流浪機》寫的歌曲 《流浪機》寫的歌曲 《流浪機》 所以這首歌呢 我們下次《流浪機》表演的時候 我們請他唱好了 不過小君他自己本身 詮釋這首歌 我覺得還是有他自己的感覺 因為小君其實在 因為以前家裡喬嘛 所以很早以前就出席流浪有什麼意思 我閉啊 沒有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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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據我所知 河小君其實很早以前 就很年輕就已經到台北去工作 這次我知道了 就是幾歲 大概十三 是在 坎克被人家欺負了 會剪眉毛 當年 當年大道成 還是 我不是 你都亂講 我不是啊 那就是 前國中畢業就去台北 去學 以及職場 學 然後 做過很多的工作 然後去 像 光光的那個地方去跳舞 然後我就 你會跳舞喔 從 我就能當能舞啦 我是不想跳給看 這是 好啦 融入一下情緒 反正就是 這首歌是凡愛姐 她的歌曲 然後因為 我以前就是 呃 就是在外 呃 就在外面工作的時候 有受過很多的 呃 欺負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都一樣 然後 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就覺得 我很喜歡這首歌 然後有我自己的意境 每個人的意境 就是 成長度 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 呃 這首歌 我就跟她 就是跟她邀了這首歌 去來唱 然後跟華納傑 有不一樣的味道 然後 後來就是 這首歌 有兩門音唱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 楊宗慧 這樣子 所以在台北的那個 一禮拜表演的時候 有很多 從 我未來的人 都是 想要人聽 劉蘭茵 應該你們不是來聽 劉蘭茵的吧 劉蘭茵 我會搶着 我會搶來 超級 Fu 然後 我會搶去 最喜歡的 有的 是 我是 有的 是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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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這樣告別山下的家 要是再不想輕易把眼淚流下 我以為我命都差 不會害怕 我就這樣自己照顧自己長大 實在不想輕易把頭提下 我以為我命不差 並學為虛假 怎樣才能夠看成別距離的恍惑 別讓我的驚喜算得相伸 如果有一天我變得更複雜 還能不能唱出歌聲 我以為我命不擁有愛 我以為我命都差 我以為我命不擁有愛 我以為我命不擁有愛 連淚流下 我以為我命都 abort 我以為我命不擁有愛 我以為我命都差 你卻被虚强 不要再能够看穿变距离的幻化 别让我的真心慢慢享受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更复杂 很难不难想出个相遇的幻化 怎样才能够看穿变距离的幻化 别让我的真心慢慢享受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更复杂 还能够看穿变距离的幻化 我变得更复杂离的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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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遍了 我变得更复杂离的幻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